星島深度報道之 舊金山唐口風雲露 由瓊華酒家贊助播出 East Calaveras Follower 1235 號 電話408-262-9288 雖然中國與美國大洋相隔 但近代中國民主革命的歷史 卻與美咒唐口的歷史物不可分 我們的革命先驅孫中山本人 就是志工堂的成員 今日走入志工堂內 仍然可以見到牆上 掛滿國民革命名人的照片 各類捐助革命的借據修條 孫中山的照片和相關的文物、書籍 對於鴻門支援國民革命 其中最具標誌性意義的文物 就是這個保險櫃 是他見證著孫中山先生 籌集革命均享的重要歷史事實 卻在2014年3月26日上51時 被聯邦調查局用電鋸強行劈開 他們發現保險櫃內空空如也 之後就離開 這次搜查中還帶走了孫中山先生 寫給鴻門的一批信涵 這次損壞的不只是一個保險櫃 還是一百多年來的鴻門革命歷史 我們的記者 援著鴻門革命足跡 從三藩市來到夏威夷 這裡仍然保留著一百多年前 鮮為人知的入會儀式 據智公堂元老謝堂介紹 孫中山是海外智公堂160年的歷史上 唯一一位在堂內入會不足三年就過底的成員 何謂過底? 孫中山1911年1月 在譚香山加入鴻門國安會館 當時只是一名普通成員 也就是俗稱的四狗仔 四狗仔要守候三年 三年內只能夠做跟班 沒有號召力 要搞革命就要發動起會員 於是在入會幾個月後 孫中山獲得十三泰保的退戰 從國安會館過底到檀香山、鴻門至公堂 省去三年的守候期 在入圍儀式上 孫中山得以插樓上山 憑著平地一聲雷 扎職成為鴻棍 也就是具有領導能力的元帥 從此 他就被鴻門中人專為孫大哥 繼續實現他的革命大計 網上流傳 孫中山在譚香山入會 就是雙花鴻棍的說法 違背了鴻門的傳統 值得相確 不過事情並非一帆風順 1904年 孫中山抵達三藩市 至公堂首領黃三德 親自前往接船 接到的 卻是中山先生被困天使島的消息 黃三德 納赫會和中西日報社長五盆趙 花了400美元聘請律師 於4月16日提出上訴 三藩市至公堂的英文書記 唐瓊昌也從中滑船 直到當時的美國夏威夷領土部長 於4月18日出具長達三頁的孫中山 夏威夷出身證明 要求移民局撤銷驅逐令 允許孫中山入境 三藩市移民局才肯放人 革命領袖化險為宜 之後 三藩市至公堂大老黃三德 親自為他保駕護航 陪同孫中山在全美國各地 華埠宣傳革命 無捐籌響 1911年前後 孫中山在美加各地的致公堂 成立籌響局 各地的致公堂號召親朋戚友義捐 又抵押堂口的房產 借出大量現金 據統計 在籌響局成立一年的時間 僅美國籌響局就籌得美金四十多萬元 成為當時起義的主要經費來源 黃化江起義的72列市中 就有多位是海外的鴻門兄弟 1911年5月22日 同盟會全體會員加入致公堂 繼續裝大革命隊伍 美洲致公堂已經成為孫中山先生 領導革命的總後方 如果沒有了海外鴻門的支持 1911年4月27日的黃化江起義 恐怕就無法打響 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義 恐怕就無法勝利 建立民國光復中華的願望 恐怕就要流產 孫中山與志公 兩者本來情深異厚的兄弟情結 拒認鴻門立案一事而就此決裂 中華民國成立之初 大老黃三德匆匆反國 要求國民政府為鴻門立案 承認其為公開合法的組織 孫中山和當時做廣東都督的湖漢民 在這個問題上相互推傲 用三德自己的話說 就是兩人各且貓尾 不肯批准鴻門立案 黃三德勝路 直指孫中山過河測橋 這樣還不止? 在未獲准立案之後 黃三德要求民國政府財政部 償還當日鴻門人士所捐的革命均響 美洲各埠鴻門昔日為幫助革命 而變賣抵押的實業 亦要求一一為之贖回 財政部的答覆是 中山先生辭任臨時大總統時 未有聲明此事 未有公民移交財政部 所以財政部不能代上這項華僑公債 事件最終不了了之 鄧鴻門、松子和孫中山結了仇 所以1924年孫中山辭世後 三藩市致公總統特別通令五州華僑公堂 不准為孫中山降半期舉哀 為鄭仲喜見 還將這項寫在紙上的通令 貼在鐵板上 以視為鐵令 一兩邊都難 那時新政府也難 變成它有些軍費 它答應了 答應了 一說革命成功後 歸還給那些 兄弟 做不到 孫中山二次革命失敗後 第三次向美國、加拿大 華僑和熊門子弟籌款 可惜此一時彼一時 美加鴻門已對孫中山失去信心 拒絕捐助 夏威夷的龍都同善堂 至今仍然保存著很多有孫中山簽名的債券 一直未能兌現 從保皇黨加入志工尋求支持 到孫中山的共和 到華僑支援抗日 到新中國的成立 再到兩岸關係的此消彼長 政治一直都影響著 喬團走向的主導力量 下一集 我們將為你揭示華僑堂口間 紛繁複雜的政治生態